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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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一下 这个惩罚是同学自己加码的 与本台无关 这是同学自己加码的惩罚 这关挑战失败 哎呦喂呀 这位同学不但没有挑战成功 还被泼水伺候 不过没有关系他们还有第二张求救牌重抽关卡 他们抽到了决战野球拳 而我们的主持人张扬经过一番磨练之后就以直落二KO掉新大的同学 想当然了这位同学又被泼水处理啦 轮到第四位选手 同学你的名字是 我叫何关总 请投出 转转转五 刚才是在这里所以前进五格 一二三四五 这一关是天旋地转 天旋地转 这帅子的人拿球棒原地转十圈之后 由队友陆续抛出五颗球 只要击中其中的三颗呢 就可以过关了 准备 Go 第一球没有打到 快点起来 快点起来 还有还有 来第二球 第二球 没有打到 没有打到 好 有 没有挑战失败 挑战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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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他们使用最后一张求救牌为来送分题 这么简单的题目 同学居然没有答对跟你说声 不好意思啦 随头给他泼下去 到现阶段新大富农二队同学的分数 有一点点偏低 不过轮到我们的强棒了 请问同学你的名字是 我叫龚伟员 新准备 请开始 四 前进四格 一 二 三 四 这关是笔手画脚 笔手画脚 只甩子的人看题目其余队友接力比动作 最后一位球员必须答对队友们所比的题目 这一关是笔手画脚 那同学说他们颜值是从低排到高啦 这样排 是高排到低 好 没关系无所谓 好同学你先抽一个 大家 直接给我看笔手画脚这一关的题目 哇哩咧这位同学你根本就在乱比嘛 现在就来看看老天爷会不会保佑最后一位同学答对咯 请问你的答案是 跑船 啊 跑船吗 跑船答错了 怎么会猜到跑船呢 我们的题目都是跟棒球相关的题目 那下一位上场选手第六棒 请问你的名字是 陆凯琪 陆凯琪一号 那 笔手给你 五 往前进五格 一 二 三 四 五 这一关是天旋地转 新大富农二队的同学又抽到天旋地转 这一关果然难不倒他们 就这样顺利地获得一百分 好 那接下来第七位选手是陆凯佑 同学 刚才上一位选手陆凯琪是你的 朋友 朋友是不是 所以没有亲戚关系 完全没有 好 请准备 请投出 六 往前进六格 刚才是在天旋地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这一关是棒球大灾问 棒球大灾问 一张题目卷中会有与棒球相关的三个字题 必须全数答对才能过关 前两题同学都顺利答对了 现在就来看看他们能不能答对第三题获得一百分呢 好 接下来是第三题 请问西苑中学新大富农 北科复工哪间学校不在台中 新大富农 你确定吗 假设讲北科复工 答对了 好 恭喜陆凯佑同学 这三关都顺利答对 最后一位选手第八棒 同学你的名字是 我叫陈欣佑 好 有没有信心 有 请准备 请投出 三 前进三格 一 二 三 决战野球拳 经过一番厮杀之后 新大富农二队以2比1获胜 恭喜他们又得到了一百分 而八个关卡挑战完毕之后 他们总共得到了四百七十分 下周我们将要前进最后一所学校 桥台高中 请观众朋友们 进去锁定放球周报